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特别骄傲,我们的大帅哥肖、战、米兰时装周的待遇和表现,的,又让日本网友破防了 肖战此次时装周又掀起一阵滑流风暴 被多国地区媒体大篇幅报道 肖战作为全球唯一一个被双奢邀请的看秀艺人 从品牌提供的看秀服装到街机的待遇,到住宿的条件,到看秀的座区 可以说各方面的礼遇都是让人艳羡的顶级 而这原来都属于欧美和韩国日本的艺人 有日本网友在相关报道下评论说CEO旁边的VIP座位果然是中国人 欧美人为什么安排中国人韩国人在VIP座位,却不安排日本人呢? 好伤心 还有的日本网友说肖战在呢 大学毕业的超级精英中国人 真的是看出这是又酸又羡慕啊 前一阵子,肖战代言高奢全球铺的广上杂志 被逐多媒体报道的事件也被国外网友狠狠羡慕了 呼吁本土艺人向肖战看齐 肖战作为多个国际高奢的代言人 享有的是全球全平台的悬发牌面 世界各地的很多豪华地段 很多时尚杂志上 都能看到肖战这张帅气的中国脸 2023年年初的时候 米兰时装周 肖战受到的高规格的待遇震惊了整个时尚界 2023年末 新加坡拉夫劳伦活动现场又再现了人潮涌动 锣鼓喧天的国际巨星驾龄的盛况 您说能不让人羡慕吗 哪个粉丝不想粉这样的神仙偶像啊 有日本粉丝恨本土艺人不争气 评论说如果成为世界top级的话 就会被很多品牌请来当代言人 中国的大明星销战不仅是股持的全球品牌代言人 还是托德斯和珍丽时的代言人 去年冬天还成为宝诗龙的代言人 我希望我们的艺人也能加把劲 这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啊 这回的米兰时装周又是让很多人大破防了 我们优质的艺人被越来越多国家的朋友们喜欢 是我们国家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体现 优质的艺人是国家的一张软名片 通过它让世界更多的目光看向东方 当我们黑头发黄皮肤的大帅哥 被一众欧美人奉为做上宾的时候 滑流阵一步步影响着世界 破解跨界闯世界 我为肖战骄傲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